带个进化带个进化 没有进化打鳄鱼 压力太大了 不是1v1要了 1v1他带TP我带TP很舒服 但是他配合打野龙力太强 我们蛇女也打鳄鱼没进化 对面只要来针对你就得死 能不能给我蹭点刘细带啊 蹭个女生之类什么的 多个几十点蓝量也是不错的 不过现在脚本真的很高级 我也想去开一个 我想去开一个QB正的 那我不是没自知 然后我的实际大家还不会觉得 哎莎莉怎么会开挂呢 他只是墙而已 现在脚本确实很高级 很多现在都是主播定制的脚本 都是定制的 他都不是以前那种什么 开脚本一定有千全 现在他妈都是定制脚本 全是定制的 几千块钱一个月那种 不知道去哪开 我都想开一个串 塔杰斯我带了个这个玩意 那我就废了呀 这就是什么不加伍德啊 好换线啊对面这个 他杰斯就是中单的 是不是临时换的线啊 宝炮 他一级炮不是很疼 好两级炮了这一步 我觉得我这两码蛇女打的真不是我的水平啊 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了 哦漂亮那我这把可以很舒服 不用我不用我做事 感觉反应很慢 就我能想到他要干什么 但我就是会中招 我把还没有带TP 太难受了 打转弹 这没有半身换回来了吗 这波鳄鱼不来感觉我死不了 鳄鱼不来死不了火难我也杀不了火难有闪 他有闪这波一定能拉开的 没闪这波鳄鱼来他还要死 有闪这波我们怎么都杀不了了 只说鳄鱼不来我这波能活 他又想 又想给我一炮 我他妈这炮怎么吃得这么准 这炮跟我一样 干嘛 這你媽的有必要這樣針對嗎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了 你們是不是腦袋裡有包啊 藍圈為啥還死了 這媽媽神經啊 兄弟們這真的是沒辦法沒操縱空間 三個人因為這邊打野剛打完那個草叢 我又會變成了 你們不會忘記我 只要不要忘記我 就是我 就算了 就算了 贴的墙他的E就没法把我们击退 这么就能杀他 得走这个线好像鹿鱼又上来了 贴的墙知道吗 贴的这个墙他E不走我们的 哎哟你怎么那么恶心呀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又不是在草岭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判断出来的 就他为什么呀 他队友这样帮他 他现在真的要磕泉水里面哀嚎了 保育他 上塔直接被拆掉了 我真的,我這把遊戲怎麼在一打三呢 我真的覺得我全場遊戲就是上路真的是在一打三啊 我他媽全場就是一打三一打三 玩的是真的有點噁心 這男槍在幹嘛 玩這一幕就是… 玩之後的遊戲 玩時火戰 玩時火戰 就算了 就算了 天天想着泡我 哼,杰斯没事 两个赏金怎么没了 两个赏金怎么没有 有变数 1600 这个塔拿了刚好,没拿到 没吧,有点有点难逼 逼一波线都不够,得逼两波线 退下退下 那就接两波线吧 接两波线接两波线 下一波应该是炮车 还能太退一波 这边是炮车 还能差退一波 我就不去了 虚 就得到 我看留在它 就不去 出充满兵 很多 有些人有些人 1-2-2-1 坐吧 冲动了呀 飘了 哇,先处理前盘 蛤蟆怎么这么能顶啊蛤蟆,我得有力来了 这太硬了 顶着对面根本受不了 太硬了,太硬了 算了,走吧 对面没人接上去 走吧 好 卡个试验 这我伤害是尽力了 全他们残疾 塞纳不知道被谁打死的 这骂宝龙被动取的伤害确实是高 高得有点看不懂 前期的伤害很低 有点装备有点被动之后巨猛 大招放的不好 不评价 大招你不叫这个大鳄鱼都杀不了 连环控制把他控死了 你不叫大怎么杀恶鱼啊 对面打团实属是很猛 实属是很猛的 走走走 188整被动 现在感觉对面伤害已经起来了呀 不一定热心 我认识 还不太有多 中文字幕君 霸龙吧 霸龙 這波亂龍魂還是很舒服的,這波龍魂打架還挺厲害 打架很厲害 對,應該是中彈去上,為什麼還要讓我來上呢,我是不想來的,因為我要繼續待下來 隊伍讓我來我就來吧,團隊 推外塔,100存回 不要背開不要背開,我是沒有踢的 好,沒開起來,繼續拆 打個藍棒 好,我們繼續處理中線,處理完中線再往下路隊伍那邊發呆 這個分帶就很舒服了 這一波推了三週啊 感覺還能再推啊 上路線也還不錯 慢慢用炮水磨他 他一直poke,不打這個炮水 好吃 好喜歡他的大嘴巴,把我緊緊的包裹住 我都感覺自己都不要死了你知道嗎 我都想放棄了 我都想放棄了 突然一張大嘴巴,我喊住 我又活過來了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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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野區必須給他清完啊 這也怪不行啊 走遠點走遠點,這波 這什麼意思啊 測一下,測一下測一下,測一下測一下,錢太多了 錢太多 哪個裝備先 我拿一刀,團隊就沒散鬥力了 我先打著吧 刷個野怪,回回血 把他都殘血了,刷著刷著滿血 還要堅持啊 蛇女哪來去啊 蛇女的E技能有吸血啊 他的E技能攻擊中毒目標